想到久违的少女视频呢 会因为吃瓜而跟大家赶紧上线 那作为你们的少女之友呢 我带你们吃一下 就是这一波瓜田里边 我个人认为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颗瓜 我们为什么一再强调 禁止未成年人性行为 首先啊 过早的性行为 它一定会造成性器官的损伤 这个时候呢 你的身体发育不成熟 你的性器官伤在发育之中 你的这个皮肤黏膜呢 是比较娇嫩的 发生性行为的时候 真的很容易造成一定的损伤和感染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尿频尿急尿痛骚痒 这些问题真的几乎没跑 那如果要是小鸭签的话呢 不许不太一定 其次 未成年人的一个心质发展和三观呢 还没有完全建立 对于自我的认知还不够成熟 可能会有很多小女孩 在迷迷糊糊半推半就中 会发生的这种性关系 事后往往会开始自我怀疑 自我贬低 觉得好像天塌下来一样 就会觉得 啊我是不是不自爱啊 我是不是脏了啊 我是不是一个坏女人啊 就很容易发展成那种 焦虑抑郁这样的一个心理疾病 可能那些内心比较脆弱的 未成年少女 可能会产生一些 就是自杀那种可怕的想法 第三 未成年对于性行为的安全测试方面 它的这个了解呢 也不够全面 会非常容易陷入一个 更大的麻烦中 有的可能是压根没采取 任何的安全测试 事后非常容易感染性病 可能就好像对于这个 吃药完全没有概念 就事后呢 就立刻吃一个 这个紧急必用药 就完全不考虑这个药 对于我们这个女孩子身体的伤害 有呢甚至是意外怀孕 然后你作为一个未成年 你不敢跟你这样说 就偷偷跑去那种 黑心的小诊所去那种打胎 我天对身体伤害更大 更有甚者打胎没钱的 可能跑去什么校园带 网带什么裸带 就陷入了一个 更可怕的一个声音之中 我们要清楚的明白啊 就是性行为这件事情 它本身是一件 非常美好的事情 自古以来呢 被无数文人默刻 所描绘所歌颂 它绝对不是洪水猛兽 但我们也清楚的知道 每一朵花的意外凋零啊 它可能不是取决于风雨 它有可能是可恶的采花贼啊 我们担忧的到底是什么 是弥奸未成年 是传播性病 是意外怀孕流产 是抑郁自杀 我们的热搜 明明白白的挂着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标准 根据中二民共和国 刑法第236条规定 以暴力胁迫 或者其他手段 强奸妇女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强奸妇女 奸淫幼女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如果一个人 真的是以法律 作为做人的最低底线的话 那这个人跟魔鬼 有什么分别呢 好了 那么差不多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 我是你们的少女之友苏学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咯